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简报互动沟通的部分 诶 我们刚刚有稍微提一下Windows放弹性怎么用的 你搭配微软华族就知道 怎么用的嘛 好 另外 这里有两题的小软题跟各位在分享一下就是说 我们如果老师您是上课 那 可能会像我一样会需要像这样放大 对不对 好 会放大呢或者是做一些笔画上的一个数捷 那这个呢 这个叫做RuneIt 我用的是这一套 我用的是这一套 那这一套的好处是什么 他就是 没有太多的 画面挡住你 所以 大家看起来比较有神秘感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 怎么会变这样 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 那他的缺点就是说你可能要稍微记几个快速件 好几个快速件 比如说 放大缩小 我平常不太喜欢这样玩 因为 如果你是老是这样放大缩小 看的人会头晕 所以如果你希望同学 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 不要拼太多 你就 滚滚滚 放一下缩小缩小 拍一下就运船了 好那 第二个你看这边的话 如果您觉得 需要 换颜色 对不对 我们白板也有白板几部 不一样的颜色 您记得的英文单字 颜色的 绘的 就把它用出来 还有什么 Yellow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的快速件 所以你会的颜色你都可以用 那 如果你做错了 画错了 Ctrl加1 有没有 Ctrl加1是还原 那如果你要一次擦掉的话 就是那个 降低擦 Delaycer Delaycer 有没有 这全部不见了 那你要画原 画直线 Shift 这是Shift 好那画方的话是 Ctrl 不过你其实不用记那么多 你想用的时候再去找就好 所以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有稍微介绍一下 来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这边 我手 在上面有一个 Unit 好那 连连进来 这个也有放在我们给各位的档案里面 在 简报 互动篇 这里面有这么多 那这里面呢 全部都不用安装 所以其实老师不用说 我一定要走到来安装到哪里 好累 好因为 你不太可能说每次都用自己的电脑 像我上课的 地点常常都是不是我的电脑 那我又必须要训练萤幕训练好 对不对 你到每个地方都安装 是很浪费时间 好那 所以 我用的是这个 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档案 是Unit 好那 我们来看一下我部落格上介绍的 虽然版本 不大一样 但是功能快速键都相同 好所以您可以进来看 在这边 如果您 执行了之后呢 您在这边会做了一个这个 对啊 在我们那个Windows 7 这也是另外一个改变 对不对 就是他把那个东西收在里面 请问 如果你不想收在里面可不可以 因为我有些东西我就希望放在外面我再用比较好用 那你可以改变一下怎么改变 稍微插播一下 点到看你哪一个 比如说这个我常常在用 我必须要躲在里面 你来制定这里 我们找到他 好在这里 有没有预设请显示通知 甚至当然你不要他出现一个 就是显示图式 迪通知就好 这样子按下去之后 他就 有没有就出现在这里 这样他就不会收起来 好所以有时候你比较常用的软体 你可以像这样 让他显示出来 就比较不用那么麻烦 那 像我们现在这边的话 你在这里 Ctrl加1 就是你执行了之后呢 他只有一个程式 不到一面感 Ctrl加1 有没有就放大了 对不对 放大那 你滑鼠左键按一下 确定位置之后 你滑鼠左键按一下 他就自动切换成笔的功能 有没有 就切换成笔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暂时移动一下 就放大倍率不变 你要暂时移动一下的话 按一下滑鼠右键 一下就好了 按一下 有没有可以移动画面 就再移到你觉得你要介绍的地方 然后呢或者如果你要改变 萤幕放大 跟缩小 滚轮滚下去就好了 往前放大 往后缩小 有没有 那一样到定位 左键按下去 就又恢复了 进入绘图模式 所以他占的K数其实不大 那相对的如果说 你很单纯的 我只是要 不用放大 我只要画而已 那你就控制加二就好了 控制加二就可以了 那么 另外偶尔会用到的是这个 刚没有用 因为有些人是需要强迫休息一下 下课十分钟有没有 因为我会发现现在同学下课是不下课的 因为下课忙着上Facebook 上课也忙着上 所以无时无刻不再上 所以我们现在学校在教室里面 我们这边我查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没有 我们在教室里面会多一个那个IP分享器 因为一台老师的 一台 一台是所有同学教师电脑的 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可以上网 同学的我先拔起来 这样才会专心上课 这个 学校有这样措施 所以我们这边应该还不错还算蛮民主的 都没有限制 那我们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有一些快速键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OK吗 因为这个不用乱装所以你看一下他档案其实很小 多大 这样而已 随身点随便带着带着走 对不对 你就多多两下就好 Ctrl加3 那当然你可以自己经历那个休息时间 只是说 类似像这样 那比较特别一点点 他的好处就是因为他没有太多干扰 所以别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容易知道你是用哪一个 但是你又可以因为像我们这种 就是 操作方法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不管是 谈论是你的节目 还是说那个 财经性的 是不是他们现在都在那个 电章电视上面这样画来画去的 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电子白板 对不对 类似的概念 但事实上你不需要买卵子就可以做得到 当然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可是你会发现 主持人跟来宾都不会用复杂 他只会用那个话 真的 因为平常用的就只要那些而已 所以你说很多复杂功能算很好 但是 你没用到还是浪费 那是免费的工庸 效果还不错 那么如果说 您觉得 我就是 用的机会不是那么高的 也不想要记太多快速键的 我这边就给你另外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 point to fit 这个也是很好的 一样不用安装 但是如果你会得稳 一个档案就好 我不会得稳做一个翻译的这样 所以他在这样子而已 你看我把他点一下 他的好处就跟你在 电视上看他那种方法一样 你看 当你实行的时候 他很安静的躲在右上角 对不对 等你要的时候呢 按一下 电视上也是像这样 就是你的工具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样子你就不用记快速键 只是缺点是人家就知道 在这边 在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那你如果ok的 你就把他离开 他又回来在这里 只是说他已经尽量 就不要干扰你 就是你不用的时候 所以 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们就开始 我需要 那您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放大 我把它缩小一点 有没有 因为我放大缩小 那 他的好处是像 我要画箭头 这样画的比较漂亮 然后呢 等一下看这里 对不对 不要乱看 他有一些 比较字式化的东西 那 这边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像我们在这边 你会发现有两个一样的颜色 对不对 一个是荧光比 一个是实心的 所以我们左左边这个 事实上是实心的 所以你看 如果我在这边画的话 有没有发现会透过去 对不对 那你右边这个就是 会挡住的 所以颜色上有点 不要那底刷大小 一样的可以自己决定 所以这个也是 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那当然 我们刚刚的软体 也有一样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它存下来 把画面存档下来 或者是把它直接列印出来 都有 甚至直接复制出来 都OK 所以这个是 老师可能在做教学的时候 是一个 不错的工具 那 如果说同学在 在沟通的时候也是很方便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要互相看 我看你的荧幕 一起来看一下哪个档案 可是 罚主那么小一个 箭头那么小一个 你那边移来去 有时候就看不清楚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就沟通一下 好 那 除了这个以外呢 事实上还有一个 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跟刚刚前面介绍两个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没有放大的功能 但是我常常会在 有一个机会我用到他 你看你打开之后 有没有 也是有一些工具链 对不对 好 一样的 但他没有放大的功能 为什么要用他 因为 我们如果在看影片的时候 我有机会用到他 比如说我希望 同学能够注意到某些地方 那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那两套软件 他们有的共同缺点 进入到绘图模式之后 他 功能是不能操作的 就是正常功能不能操作 他等下好像拍一个画面下 你在上面画 那么这一套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如果比如说我们在 看这个YouTube 好 比如说你在这边或者在这里 那我就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这边的变化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你待会注意一下在这里的变化 好 那我画完了 我只要换为滑鼠 这个时候我继续动 有没有发现我的圈圈是留在上面 你了解意思吗 虽然他没有放大线的功能 可是 有时候像看影片 或者在 某些特殊场 我希望那个 笔画能够留在上面 让我能够继续操作的 我就会考虑用他 虽然他也是只有一个档案 但是一样的 工具就是 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工具而已 不同情况你可以稍微试用一下 那最后呢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叫pickpick 在这边 pickpick 这个 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当然我主要用他会用在抓图 但是 但是我想我们 用在简报部分也是很好的 就是你看一下 也会用这个 这里有一个白板有没有 白板你把它点一下 他这个时候一样 上面有没有出现白板的功能 你就可以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你要画 就画 有没有 你要怎么做 随便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不要填这 楼空 举行 楼空应该是这个 对 这个 所以类似像这样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呢都是你可以用的一个方式 都是可以用的 那所以 透过这些软体呢 我们在 在互动上 在 使出重点的地方的时候 对大家来说相对比较容易 相对比较容易 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